ATM磨面道出国前落网 机器惨遭烧开分赃 警方从河床调起失窃的提款机 他已经成了这副模样 周日凌晨被磨面道花7分钟 搬走的台南京城银行仁德分行 解义型提款机 前天在彰化被找到 洪信主贤带着女友潜逃日本钱 也被行警拦下 他共称 办案前和两名共犯 曾在桃园等地 试过撬开 以缺烧等方式 但不是触动警铃就是有目击者 因此都失败 一直到第九次才成功得手 三人搬走提款机后 用以缺烧开机器 取出400多万元分赃 之后再用拖板车 把提款机搬上货车 然后故意在偏僻山区乱绕 混淆警方 最后才把提款机 再到彰化河边丢弃 钢板那么厚不会很重 两个人可以钢的走 两台座先躲在那个地方 然后在这个地方来做切割提款机 发现那个现金顶 然后现金顶的时候 我们有在这附近的工厂 然后钓鱼到建计器 发现这边 有发现他们在切割的行为 看到火光大约持续了二十几天钟 参考的部分他们是整工410万 然后他们等于对半分 那他们两百万部分的话 他是说他们还可以反赛 有没有时间目前没有请到账户 用偷车的技术来偷ATM 而且每次偷完车就把手机请到账户 警方正追查另外两名在逃嫌犯 栋新闻综合报道 请来赶订阅出 mine about 海岸 这个视频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